太溪者,山之谷通于溪,溪通于川 肾藏至而洗净,出太深之溪,以养其大智,顾名太溪 溪,溪流也,太,大也 太溪就是大的溪流,也就是说,肾经水溢在此形成较大的溪水 从这个市民可以看出,此血可以源源不断滋养人体的肾脏之水,与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 太溪血怎么寻找呢?太溪血位准确的位置在红点的位置,在脚后跟啊 太溪血位于足内侧,内怀后防于脚跟骨经间之间的凹陷处 也就是说在脚的内怀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,双侧对称,也就是二个 太溪血有哪些作用? 一,足跟痛,有人经常足跟痛,这就是肾虚 明应多揉太溪血,顺着太溪血把肾经的气血引过去 只要太溪血被激活了,新鲜血液就会把淤血冲散吸收,然后再循环带走 为什么会痛?痛就是有淤血,停在那里不动了,造成局部不通,不通则痛 明把好血引过去,把淤血冲散,自然就不痛了 揉太溪血就是帮助冲散淤血 二,口渴,有人经常咽喉干,喝水也不管用,没有唾液,这是肾阴不足 太溪血是圆血,圆血的意思是既补肾阴,又补肾阳,揉太溪血就能补上肾阴 三,月经痛,有很多女性朋友来月经的时候肚子痛,这时揉太溪血很管用 四,失眠,睡眠由心神所主,神安则媚,神不安则不媚 但神安需要依赖阴血充养,胃气充汗,肝气吊达,心肾相继 圣经循行从肾上灌肝阁,出落心,故取其圆血太溪即可以滋阴降火,不易圣经,又能吊肝理气,交通心肾 临床应用时,以太溪,神门,似神聪为基本处方,干预化火者加风池,行间,阴虚火望者加腹溜,心肥两虚者加三阴焦,足三里,心虚胆怯者加心愚,秋虚 五,厌食症,古人管厌食症叫肌不欲食,看到吃的东西虽然饿,可就是吃不下去,这也是肾虚造成的 因为圣经的循行路线是从喉咙直接通着肠胃,所以太溪血还能治疗厌食症 六,胸闷,由支气管炎,哮喘等引起的胸闷,太溪血都可以治 因为圣经都经过这些病,锁法的位置 太溪血可以怎么配血,配少则,有滋肾阴,清虚热的作用,主要改善咽喉咽,齿痛 飞扬,维圆落配血法,有滋阴补肾的作用,改善头痛目血 按摩太溪血,这几点需注意,按揉太溪一年四季都可以,但春秋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,按揉的时间应该长一些 因为造疫伤阴,多揉一些时间,既可补阴,又可防造伤阴,夏季可以时间短一些 太溪血调理手脚冰冷极其有效 被此症困扰的朋友,请务必在睡觉前刺激此血,每天稍微刺激下,不觉间便忘记了手脚冰冷这回事了 总之,太溪血就像河流一样,滋养着五脏六腑,按揉它能补全身